此人的武功登峰造极堪比绝无神 竟然空手接住了四十米大刀 随后又用出一招无情斩 秒杀了纵横整个中原武林的东营霸刀 当真是恐怖如斯 时间回到一柱箱前 东营霸刀与双胶展开巅峰对决 一阵激烈的爆炸声过后 竟是不分胜负的僵持局面 能跟两位同步于尽 霸刀死而无害 诶 那何苦呢 江飞鱼认为大可不必如此 要霸刀回到东营老家 他们二十年后在一决高下 然而霸刀却欲言又止 表示他没有这样的机会 风无缺探出了不对劲 他感觉到霸刀没有杀气 甚至还想死在他和江飞鱼的剑下 这令风无缺十分的不解 哪知还没等霸刀出言解惑 一阵强烈的狂风伴随着漫天的杀气 对着三人迎练习来 大街上的石板也被一层层的刮起 就连当初的熊霸使用三分归元气 也没有这样大的排场 江飞鱼认出了来人的身份 乃是武功不弱于他们双交的月龙轩 月龙轩不仅武功极其高强 做人做事更是不择手段 这一场武林浩劫 便是由月龙轩在幕后操纵 他抓走了霸刀的妻儿 逼迫霸刀与双交决斗 等到三人三败俱伤之际 他月龙轩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并且更加狠毒的是 他早就杀死了霸刀的妻儿 得知自己的妻儿已死 霸刀的心中怒不可遏 随即将龙头宝刀指向月龙轩 要杀了月龙轩替妻儿报仇 月龙轩上来就是王炸 竟然徒手接下了霸刀的最强一击 随后又用出一招无情斩 击中了躲闪不及的霸刀 霸刀被无情斩透铁而过 刀器瞬间破坏了他的七经八脉 一代武学宗师就此草率的落幕 可谓是出场最帅死的最快 这也是马锦涛和范领的最快的角色 你的武功绝不在霸刀之下 你为什么还要利用他 对不起 我不是武痴 我只渴求胜利 我不享受中间的格斗过程 而且我从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武功高强又极度谨慎 形势卑鄙不择手段 月龙轩的成功不是没有原因 于靴两人刚刚与霸刀交手 内力消耗过大胜算渺茫 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施展轻功逃窜了起来 不曾想月龙轩的速度更快 一刀将于靴两人披落在地 月龙轩为了阻止于靴两人逃走 告诉了两人一个坏消息 他已经派遣手下去网了百花谷 两人的妻儿正遭到袭击 若是两人不搞定贪月龙轩 就休想返回百花谷救人 于靴两人文言不再留守 用出了两人的最强绝招 于靴两人的合击绝技十分恐怖 直接将月龙轩打成了重伤 而于靴两人也是强弩之末 他们赶回百花谷时 恰好见到妻儿被逼下悬崖 于靴两人本就强撑的最后一口气 如今见到妻儿坠落悬崖 再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绝代双交的时代就此终结 时间来到二十年后 龙阳镇上出现了一个酷似江飞鱼的青年 青年和年轻时候的江飞鱼一样 古灵精怪喜欢捉弄人 他的养父是天想赌方的老板于老大 于老大十分的疼爱青年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小鱼 更加巧合的是 龙阳镇外有一个较无忌的砍柴少年 他的年纪和小鱼一般大小 并且他的身世也与小鱼一般 从小被一对老夫妇收养 未曾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画面一转 四个神秘人杀进了明月宫 打得一众明月宫弟子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惊动了明月宫的公主 也就是当年一花宫的妖月 你们退下 是